《中西部华人的基督徒夏令营》 我是张路加牧师 目前刚好身处在 中西部华人的基督徒夏令营当中 今年也是这个夏令营 进行了第34个年头 从1988年中西部的四周同工们 他们有这样在组里面的看见和连接 他们就开始了 在中西部的基督徒的华人夏令营 每年在美国独立日的长周末 在中西部这里借用一所大学 汇聚了在中西部 从四个州扩展到现在更多的州 有几十间的教会 弟兄姊妹欢聚一堂 在四天三夜这样的营会里面 来领受主的道 也来肢体之间彼此的交通 过去的两年因为新冠的疫情 所以夏令营不得不中断 在夏令会这三十多年的历史上 还是第一次有两年的时间 没有办法举行 感谢神的恩典 今年是新冠以后的首次恢复 这样的实体的聚会 我们看见虽然疫情还没有停止 但是有七八百位的弟兄姊妹 他们继续的汇聚在中西部 这个基督徒的大学当中 来共同的举行这一次主题为 进入应许得地为业 这样一个基督徒的盛会 我本人也觉得非常的荣幸 能够在这次大会里面 一起的佩搭和服事 我在三个晚上也特别借用 这样一个分题 就是直面挑战 但是主恩够用 直面挑战主恩够用 来跟弟兄姊妹一起 共同看见上帝当年 怎样带领以色列百姓 走出旷野 进入迦南 虽然有很多的征战 包括坚固的耶利哥城 但是靠着那位大元帅的带领 靠着有忠勇的 像约书亚和迦勒这样的 忠心勇敢又谦虚的 神的仆人和战士 所以他们就能够 一地一地地来得地为业 所以大会进行到今天是第三天 我本人在大会里面有非常多的领受 看见许多可慕的弟兄姊妹 看见许多爱主的教母同工 看见许多的教会 虽然在疫情里面 也受到了冲击 受到影响 但是他们爱主的心智不改 他们靠主恩典 继续努力广传福音 所以这次的大会 深信不但是给中西部弟兄姊妹 带来许多的祝福 也必将给北美的华人教会 乃至全球各处的华人教会 记得在这里所传扬的主的道 记得这里弟兄姊妹的见证 记得大家同心的祷告 能够产生更广大的影响 我本人也非常感恩 这次大会许多的讲员 都是过往我们借着华人牧者团契 这样一个属灵的平台被连接 我们各自在自身的身上看到 二十年来 神怎样用他大能大力来扶持我们 搀扶我们 带着我们 背着我们 让我们走过这一段不容易的路 我们每一位也都在 这个属灵的团体当中 来彼此的学习 彼此的建造 彼此的带到 同时也彼此的成长 所以非常的感恩 这一次不但是跟中西部 宗教会同工 也是华木平台 同工们一个很好的连接的机会 所以满心的感谢主 我想你我共同面对前面的大环境 大患难 大挑战 这是我们都非常清楚的 这也是照着圣经所预言的 到了幕后的世界 所必然有的事情 人心冷淡 不乏的事增多 打仗和打仗的风声 饥荒地震等等 假先知分歧 敌基督纷纷的出现 我想在这样一个苦难的世界 黑暗弯曲背谬的世界 唯有那真正改变人心的福音 才能够给人类带来出路 所以我们在主面前 共同有这样一个心智 危机也是一个转机 今天在大患难当中 更多的人看见 人的有罪 人的有限 人的无助 人的堕落和败坏 乃至于死亡 就是这样真实的 呈现在你我的面前 所以在大患难当中 神也提醒他的教会 他的儿女 能够不但刚强壮胆 而且能够为主发光 能够真正的得地伪业 所以相信众教会 众同工们 在面前这样一个所谓 应该也可以说是 后新冠时代 或者后疫情时代 我们怎么样能够 好像在过往这两三年的 封锁 隔离 教会受到尸体的影响 在这样一个属灵的 一个荒凉的场所当中 如何靠主恩典 能够建立祷告的殿 建立宣教的基地 建立一群传福音的 大能的神的军队 是靠着圣灵 靠着神的话语 也靠着圣徒们 在主面前同心合一的 侍奉 同心合一的 这样的成为一个团队 我想在今天面对前面 我们大家除了祷告 我们也更求神 真是要来复兴祂的教会 复兴从你我每一位 开始做起 从你我每一位在主面前 能够放胆传主的道 能够更迫切地 借着建立祷告的祭坛 同时 真是好像上帝看中那十二个支派 成为一股力量来面对各样的挑战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当中 我们更是迫切地看见宣教的需要 所以教会再次需要转型 上帝也借着过往的环境 来让教会看见我们不能够在市面墙里内 有时候神就借着环境 让我们不能不走出去 今天我们需要建立更多的家庭式的教会 需要建立更多在小组里面 通过关怀牧羊 也需要看中网络的事工 让这个无远佛界的 这样一个传媒的工具 成为上帝传福音的利器 努力带导扶持 进入上帝的应许之地 请不吝点赞 订阅